我们蒙受了基督的恩典 成为了神的儿女 但神并没有立刻把我们挪到天上 而是让我们先停留在世上 如果神对我们的期待 只是吃守自己的救恩 那么完全可以在我们得救的同时 就把我们挪到天上 神让我们活在世上 像我们所要的 并不是仅仅持守自己的救恩 而是把救恩传给世上万民 有的人说 我是为神做工 不是为人做工 这样的主张 无异于是在表明 它是把自己的心声 当作主人侍奉 为神做工这话 听起来很漂亮 但这只不过是包装而已 实际上 他们不想接受牧者的带领 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见风使多 若是认为教会所做的事 不合自己的心意 他们还会把牧者 甚至整个教会 都视为自己的对手 如今 神的事工是借着教会进行的 而神是借着他旋利的牧者 带领教会的 神拣选一个人 作为教会的牧者 不是因为他的知识比别人多 或者他的人品比别人优秀 而是因为 神认为他必竭尽忠诚 如果没有这样的安排 那么教会的每个人 都会按照自己所认为的 神的旨意去行动 从而谁都不会去做 教自己吃亏的事 那么想一想 这样的一群人 所聚集的教会 能合而为一吗 教会就好像 等候新郎的新娘一样 在等候基督的在临 对新娘而言 接身自好固然重要 但这并不是 做新娘的唯一条件 一个真正爱新郎的新娘 会把新郎的成功 当作自己最大的喜乐 并为此欣赏自己 同样 一个真正爱主的教会 肯定会按照主的命令 合而为一 竭尽忠诚地 担当主委托的事工 教会的圣徒各不相同 但不能侍奉 各不相同的新郎 在侍奉新郎的事上 需要教会的每个肢体 都合而为一 在这一过程中 也许我们每个人 都要舍弃自己 可是我们就算 失去再多 我们所得到的 必失去的多得多 因为我们已经 蒙受了神的爱 本就空手 来到世上的我们 竟得到了神的福祉 和进天国的应许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因此 即便我们失去了 这地上的所有一切 也毫不吃亏 主必再来 要想迎接主的圣徒 就要拥有 为了教会的事工 而训道的信仰 即便我们不会遭遇 最后那可怕的考验 但当我们为了教会的事工 放下自己的时候 神就会在我们身上 看到训道的信仰 因此 我们不要拿自己的标准 来衡量主所做的事 更不要为了扭转教会方向 做抗争 而是要谦卑地跟随 成熟的信仰 不能总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要拥有 以主为中心的信仰 靠着这样的信仰 忍耐到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